《鸡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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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到机场街 大家一定会被地理学家咖啡馆的外貌所吸引 这里无论是白天还是晚上 都是游客必泡的咖啡馆之一 走 我们去看看有什么好吃的 《鸡汤》 我今天的晚餐就在这里解决了 地理学家咖啡馆 听到名字就很想来了 在看桌上满满的美食 我已经想流口水了 你看 是加医细饭 增点 还有 key 有茶满满来 的丁度 钱 兰意 瘤汤 兰 facilities 美食 聂闭 有参酸 有参酸 丁度 冻了 你看 你看它的芝士 它这边的披萨是属于薄皮肉 非常非常脆的 我们每次去吃披萨的时候 都是肉食 滑食肉 素食的朋友 都会看到 想流口水 对不对 来到这里就不用担心了 因为披萨披萨是素食的 这样的餐馆是适合素食和滑食的朋友 所以素食的朋友来到这里 不怕没有东西吃 你看 它的皮是非常薄 然后就很脆的 现在我们到 Straight of Malaka 它是南洋风味的小吃 它就有很多摆设 有我们的豆 谢谢 这个是重点 我们沾它的酱料 好脆哦 好脆哦 而且它的酱料是他们自己制作的 老板非常注重健康 它们的酱料都是自己制作 然后没有放胃精 没有放色素 下来到 下来到 Nashi Loma 你看它的饭 跟我们平时吃的饭是不是不一样 它是Brow Rice的 好特别哦 你看里面 有放一米的小小粒 不知道你们看到吗 我第一次吃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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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来到Asam Lasa 非常道地的一个美食 你看也是满满的 馅料 完全没有吝啬 我们放橘子 你看这Asam Lasa 跟我们平时吃的 是不是很不一样 它是糙米米粉 老板好用心 把我们马来西亚最道地的美食 用另外一个方式去呈现给我们 我们试试看它的味道 很好吃哦 很好吃哦 很浓郁 它的酱汁 现在到这个 看起来就很开胃 而且很大的 哇 很多虾 哇 这边有虾 有刀剥 我们吃看它的虾 很含鸭 看它的东西吃 现在来一碗白饭 再适合不过了 这个东西还是很适合下饭 下一道这个 我期待很久的 GEOGRAPHER MOMOTI 哇 整个就很新鲜的感觉 你们知道为什么叫 GEOGRAPHER MOMOTI吗 相信大家有看过 夏日默默茶电影对吧 这里就是夏日默默茶取景之一 哇 你们再想象一下 那电影情节 瞬间涌上心头 如果你想象那个电影情节 再看那个人来人往的路上 配上一杯 就整个很有感觉 很有情调 那你们知不知道为什么 这家店叫 地理学家咖啡馆吗 因为老板很喜欢去环游世界 他会把它收集到古董 摆放在这里给我们欣赏 然后这里也是市中心 老板希望把我们世界各地的人聚集在这里 好用心 旅行就是要慢慢走细细看 从细节中发觉美好 赶快订阅马来西亚 GO 让我们带你吃遍马六甲的美食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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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